大家好,我是龙道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亿万富豪的一个景点 当时的话他找我们过去看这个地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家里面的话财运是很不错 大家看龙道尽头截血 也是他父母啊 葬在上面之后 后期呢就发家了 他们主要的话也就是做地产方面 大家也清楚 地产的话是前十几年比较火的行业 大家看一下前面的曹三是很端正的 他们因此来借助这个东风发了假 家里边资产几个亿肯定是有的 那么虽然说家里很有钱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 家里面的话有三个孩子 但基本上不怎么回家 有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也是远嫁 有一个儿子 儿子的话纯粹直接在国外定居了 所以一年到头的话 几个孩子也不怎么回来 所以他觉得比较冷清 就想看一下是不是目的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典型的一个龙道尽头 窝中生乳 他们当时葬的就是一个中乳穴 就中间这一块 确实财运很好 这是很大的一片水库 而且呢放大之后 他这个水具天心啊 就是内明堂也有水环保 所以是财运很好的 他立的像的话是一个丁山鬼像 然后呢水出前害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正养像 也就是说叫贵人路马嘛 所以地形是不错的 但是呢他龙虎 我们看一下 龙的话是有反背的情况 他是往外走的 白虎的话倒是环抱过来 同时我们看白虎 他比青龙高 这呢也就说明了 家中的话恶房比较厉害 然后呢家里面女性比较强势 我问他之后啊 他说确实是 他们家的话就属老恶 家里面的话 几兄弟家里面的女性 都是比较强势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就符合了 再加上这个青龙反背 他往外走 所以说子女呢 就不喜欢回家里面 所以基本上的话 是从格局上面的一些情况 好的 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